这个小妇婆太可爱了 只因看到喜欢的男孩 被自己从一个龙头捧成了大众喜爱的明星 本想来减肥的她 竟高兴的一口气吃了五碗大米饭 然而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正是男孩这种身份的转化 也将为他们的关系埋下隐患 很快 小妇婆从男孩口中得知 之前一直无人问津 还要小妇婆兼职做经纪人的她 现在已经被韩国最大的经纪公司签约了 并且要作为未来巨星打造 听着这个本该高兴的消息 小妇婆心中却开始纠结 她清楚 这就意味着她作为男孩假经纪人的身份到头了 自己也再不能借机陪在男孩身边了 不过看着这个男孩终于熬出了头 这个善良的小妇婆 最终还是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咬牙咽下了所有的爱意 决定把最无私的爱送给男孩 就这样 小妇婆开始了无私的行动 不仅每天默默给男孩所在剧组送去各种美食 更是自掏腰包买下了地铁的广告 帮男孩宣传造势 看着小妇婆这无私的付出 原本木讷的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 然而让男孩没有想到的是 当她尝试着试探两人的关系时 小妇婆却说只是粉丝的关心 看着小妇婆坚决的态度 男孩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可此时的男孩哪里知道 小妇婆并不是不爱她 只不过为了能更好的让她们完成梦想 不让她们之间将要发生的恋情成为 影响她事业的绊脚石 小妇婆选择了一种 最无私的方式在爱她 那就是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你只管大鹏展翅近情飞 有姐姐在为你绑架护航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你无怨无悔 等爱着那个人 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